历史上女皇武则天晚年宠幸兰宠的原因,真相竟然是这样的,武则天晚年宠幸兰宠,大家都认为武则天精力充沛,情聚旺盛,是一个好色的女皇帝,其实这些因素固然有之,也不足为奇。 你想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女皇,有几个蓝颜之籍也未尝不可,况且在古代的男皇帝都有三宫六院的,相比男皇帝他也算不了什么,其实除了这些因素外,我们要透过线下看本质,可能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三条,或许更能解释武则天晚年宝兰宠的目的。 一,爱慕续荣,成立至上武则天,作为第一个女皇帝,如何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国家,那么他首先树立自己的威严,尤其到了他的晚年,这种欲望就有为强烈,可是人毕竟是人,尤其是女人,尤其到了晚年,这种欲望就更为强烈,他保养男宠的目的,不光光,是满足自己的生命需求, 更主要的是为了彰显自己皇帝的威严,因为男皇帝在当学的时候,都有很多的妃子,既然男皇帝可以有,为什么他不可以呢? 所以呢,他到了晚年的时候,就大肆去包养男宠,以此来彰显自己的威严。 二,陪之亲信,大力朝政武则天到了晚年,随着身体状况的日渐衰落,经历也一天不如一天,大力朝政也显得力不从心了。 可是,对于一个立于军心,权力至上的女皇,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,而对身边的美意,个人又不放心。 那么咋办呢?只好通过坏养男宠来培植亲信,通过男宠来搭理朝政,使自己能够更好的掌控朝廷。 譬如他晚年换养的霍郎但薛怀裔,欲依审难了了,包括女儿太平公主给他介绍的街头混混阿张,张宗昌张一支他都全部接受了,并且给他们许愿佳绝,让他们死心他地为他效命。 三,几个时代,追风朝流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,社会风气比较开放,尤其女性。 当时富贵人家的女人在外面包养男宠也是一种时尚,从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就可以看出来,都有自己的情人,整个社会都这样,发生在武则天身上也不奇怪,况且他还是当情女皇呢,谁又能把他怎么样?